拿出最熟悉的桌球趴藝人也是前桌球國手的江洪杰 13號帥氣亮相 這回開了一間桌球館 明星好友幫忙站台 最后一位重量級的嘉賓 勢必跟你有很多恩怨情仇 有恨也有愛 那我們掌聲歡迎這身邊的嘉賓 歡迎錢姐 分別擔任運動實境節目 兩隊領隊 前籃球員前圍圈也相挺 但最受大家關注的是傳出江洪杰 不再參與下一季節目 前衛軍說辭退的傳聞不准 而這回江洪杰開了球館 平常又還要工作帶小孩 被爆料準備淡出荧光幕前 他否認傳聞強調有邀約就會參與 而被問到感情室 他這樣說 雖然現在可能會忙碌了點 但照顧小孩跟實現夢想都很重要 江洪杰也希望能藉此讓他們看到一個令人驕傲的爸爸 他也透露兩個小朋友都很期待開幕 畢竟球館也算江洪杰的第二春 TVBS新聞黃冠偉尋聽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開啟通知rend 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